学校里有个神秘的女学生 每隔三年都会换一个新的名字 不会长大也不会衰老 一直在学校里重复不断的上学 她到底是谁 又为何留在这所学校不肯离去 今天为大家带来电影 女高怪谈 死亡教室 深夜的学校 朴老师独自在图书馆看书 看样子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很快她就找到了答案 随后打电话给自己的学生恩英 嘴里念叨着 珍珠没死 珍珠没死 珍珠和恩英 都是朴老师曾经的学生 二人感情十分要好 但恩英成绩优异 珍珠则名词倒数 还因为有传言说 珍珠的母亲是巫师 珍珠受到了同学们的排挤和孤立 朴老师也因此一直阻止两人来往 还威胁恩英 要是不配合就会让珍珠退学 恩英无奈和珍珠断绝了来往 不久 珍珠毫无预兆的在画室自杀了 而她的死也成为了恩英心里的一个结 朴老师话还没说完 电话线就断了 第二天 朴老师的尸体被值日的学生小智发现 为了不影响学校的声誉 外号疯狗的吴老师警告学生们不准泄露出去 吴老师不仅为人凶悍 还喜欢对学生们动手动脚 没人敢违背她的命令 总之 朴老师的死成为了学校里必不可谈的秘密 而吴老师代替她成为了三班的新班主任 不久 毕业已经九年的恩英重回母校任职 她对那晚接到朴老师的电话耿耿于怀 为什么朴老师会在电话里提到珍珠 还说珍珠没有死 难道朴老师的死和珍珠有关 通过保安 她得知朴老师死前那晚在查看一本年册 而朴老师死后那本年册就丢失了 这其中有何关系呢 怀着好奇的心情 恩英来到当年那间教室 正好就是三班的教室 教室里只有性格孤僻的扑克妹 她发现恩英后立马就逃走了 很快 小智来到了教室 原来小智现在坐的位置就是当年珍珠的座位 恩英还在桌上坐过一个标记 只不过呀已经物是人非 小智临走的时候 恩英发现她有个领导 这和当年珍珠送给自己的那个一模一样 这引起了她的注意 通过吴老师 恩英得知 当年珍珠自杀的画室还保留着 因为每次工人去拆除都会出意外 所以到最后没人敢去拆除 还有传言说 珍珠的鬼魂徘徊在那里 这天小智画了一幅画被吴老师破口他妈 还将他的画撕毁了 小智一气之下放弃了画画 并决定到闹鬼的画室发现 却意外在里面见到了班长 班长成吉优以一向十分高傲 说这里是他先霸占的小智必须交租金 而两人都不知道的是 画室角落里挣躺着几本丢失的年策 恩英这边也得到了小智被吴老师惩罚的消息 于是在垃圾桶找到了小智那幅被毁掉的画 发现他的画风十分诡异 但除此之外找不到他和珍珠的相似点 调查只得不了了之 当晚吴老师就在学校遇袭 死状比朴老师还惨烈 校方为了不引起骚乱 隐瞒了这件事 直觉告诉小智 吴老师和朴老师一样遭遇了不测 而且潜意识里告诉他 吴老师的死和他有关 不久啊 恩英从体育老师那里找到了那本 朴老师丢失的年策 发现书页上标着一些数字 其中几个数字还被圈了起来 看起来像是什么年份日期 他想起来年策上都有年份编码 于是赶紧去图书馆查看年策 却发现被圈起来的那几本年策全都不见了 是有人故意拿走了那几本年策 就在这时他遇见了班长 班长跟他说学校经常丢书 还向他透露出小智会召唤鬼神 并告诉他小智常去废弃的那间画石画画 这套说辞无疑让恩英对小智更加怀疑了 课上班长正在讲台上做题 一向沉默的扑克妹突然情绪失控 发起天来 被戴克老师狠狠地扇了一耳光 事后班长去到废弃画室 在里面发现了那几本丢失的年策 这时扑克妹进来了 两人以前是要好的朋友关系 成绩也是班上数一数二的 班长是第一扑克妹则是第二 但朴老师一直拿两人对比 搞得两人只剩下了塑料情 扑克妹约班长今晚见面 班长很不信 说有什么话就现在说吧 扑克妹便用班长的家事进行回击 结果被班长又打了一巴掌 虽然班长说着不想理扑克妹 但到了晚上 她还是一直在等对方出现 而恩英在画室里找到了小智 她逼问小智是不是珍珠 她到底是人是鬼 小智否认了 并表示自己的铃铛 是同学妹妹投送给她的 恩英失望地离开 这时随着一声尖叫 人们发现了吊死的扑克妹 班长十分痛苦地哭泣着 他们的情况和恩英珍珠是如此的相似 另一边 恩英在办公室里发现了那几本 被班长带出来的年册 发现每本上面都有一个 和珍珠长得一模一样的学生 而且每个都叫着不同的名字 原来这九年 珍珠一直都在用不同的名字 待在学校 并且没有一个人发现她 就在这时珍珠出现了 她当年恩英抛弃自己 怀恨在心 并且她认为恩英最终 也会变成朴老师那样的人 于是决定将她杀死 此时留在画室的小智发现了地板下藏着东西 挖开一看 里面竟是一具尸体 以及一个日记本 通过日记 她发现原来珍珠就是自己的好友妹妹头 就在妹妹头和恩英纠缠的时候 小智找到了他们 虽然妹妹头是鬼魂 但小智并不介意她的身份 最后为了救恩英 小智用自己的性命威胁妹妹头 最终妹妹头被小智打动 放下心结离开了 或许有时候善意的谎言也会给人带来伤害 当年恩英离开珍珠是因为害怕珍珠被退学 却未兼成为了压死珍珠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说有错 那错的一定是那些自以为是的老师吧 打着为学生好的权利 限制他们的交友和人身自由 当成绩成为了唯一的衡量标准 那每个人距离变成孤岛也就不远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